先謝謝檢察官還有法官 就是因為其實折伍的時間是到九點半嘛 但是我剛剛一直在聽的過程當中 就覺得法官他是來 就不只是來分享 而且他也準備好挑戰 我本來心裡有想到說 要問他包輕便的事情 然後他就自己 自己已經做好準備了這樣子 然後還有很多 他提出非常多實力 然後重大的案件 來跟大家分享他的觀察 還有就是他們用真的是非二服 我就發覺我居然聽得懂耶 然後包含檢察官的角色 原來就是你把一盤菜應該有的內容 然後跟程序端出來給法官 然後法官再去驗證 真的可以煮出這一盤菜嗎 我覺得那樣的比喻 讓我們就可以完全了解 原來檢察官的角色是如何這樣子 好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想先收拾一流這三個問題 然後一位 兩位 三位 感謝法官和檢察官 兩位司法人員很優秀 我知道 剛才說過我們的民眾 尤其差不多 那些信和義雄 那個法律知識非常的平衡 這個我知道我認同 然後你剛才說過 希望法官 就是司法人員能多對話 我是希望 我是念物理的 我學歷也不低 我念到物理博士候選人 我希望跟各界法官 檢察官跟各界能多溝通 我就是要等說話說這幾分鐘 兩位很優秀我知道 但是我從幾十年前碰到的司法人員 絕大多數都非常爛 隨便講一個例子 就是我媽媽十幾年前選立法委員 她就比較粗心大意 也比較有一點亂來 她辦了七百桌 請了七千個人 那個餐券 七千個人餐券 大概只賣了一兩百張 其他都是有錢 就是流水錢 那當然是有罪的 我媽媽有罪 我沒話講 然後總部有一個趙小姐 她也被判有罪 最後都是反省 她也被判有罪 她被判有罪 我媽媽被判有罪的理由就是 餐券你是用送的 你不是用賣的 你根本就是在辦流水錢 所以你這個獲選你有罪 而且那個檢察官 話說很重要 一定要判重刑 要求處事理有行凸顯 這個總部的趙小姐 她被判有罪 因為他們掌握有證據 說這個趙小姐 賣了兩張餐券 我就搞不懂啊 你說餐券用送有罪 她賣了兩張餐券 為什麼有罪 然後這個事情 經過十幾個法官的審判 最後這個趙小姐 還是被判 那個 我忘記了 反正就是 大概一年半半間 你餐券用送的 就是辦流水錢 當然有罪 我媽媽有罪 沒話講 罪重罪 他賣了兩張餐券 為什麼會有罪 十幾個法官都說 他因為賣了兩張餐券 所以他是共犯 你在扯什麼東西啊 我講簡單一點 然後 後來我們才搞清楚 那一個人 買兩張餐券 是跟另外一個人買的 他可能是後來 來跟趙小姐聊天 產生一個記憶 就是說趙小姐 其實趙小姐 一張餐券也沒有賣 就是這麼扯 所以 所以我這是搞不懂啊 然後這個事情 讓我想起三十幾年前 一個判決 一個小姐 一個小姐 沒批買 那 假設 這五十三張 才批買 兩隻是張車 然後 就是 他只去工作一個月 他想說我月底就要離開了 因為他知道 他知道 好像有在賣張車 然後 那麼不幸 一個月還沒做完 就被抓到了 被抓到 然後他也講說 我知道他們好像有在賣張車 很笨 他承認這一點 但是事實上 後來證明他賣的 就不是張車啊 張車賣的 還根本就不是他賣的啊 後來他因此被判有罪 他本來再幾天就要離開了 後來被判有罪 後來他自殺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他根本也沒賣到張車 張車也不是他賣的 這裡面有張車 但是他處理的是 合法的那一部分 非法的那一部分 根本就不是他處理的 變成他有罪 結果自殺 有沒有事我忘記了 然後我那個三個月 三年前 碰到那個一個車禍 那也很不好 檢察官根本問了一清二楚 當然對方講的是謊話 但是對方 那個檢察局一路 看不到啊 他說我用車頭 讓我回家 啊事實上不是 不是這樣子 照片一清二楚 那個綠領帶一清二楚 我車子不要過了 他從這裡來 坐我的後面 但是我的責任比較大 因為我是閃紅燈 他是閃黃燈 然後檢察官跟我 問了一清二楚 他說 你是怎麼做的 我說我這樣問的啊 我這邊閃紅燈 可是我責任比較大 我知道 他來弄我的後面 來弄我的 誰的最後面 然後 那個起訴書寫出來 竟然 採用他的說法 然後檢察官 當面問他 他講的正不正確 他說我沒意見 他講我沒意見 他 我就會 然後 然後 寫那個起訴書寫出來 竟然是 我用車頭 撞他的車子 錄影帶也不是這樣 照片 你不會看是不是 所以喔 實在是很離譜 然後最後 我把它弄到高分院裡 高分院裡 他總共 醫藥費六千多塊 收你歐洲賣五千多塊 要求六十八萬的北查 我堅持不可能 我就被判四肥 四肥有趣 圖寫一顆滑金 然後 okok 然後 高分院 高分院說 那個車子的擦傷很嚴重 其實那個擦傷不是我撞的 是柏油路磨出來的 他連柏油路磨出來也看不懂 他說是我撞的 撞得稀巴爛 根本不是 那看就知道是柏油路磨出來 所以我認為 這個司法人員這個 很難理解 為什麼這麼多程度 這麼離譜 謝謝 不好意思 謝謝 謝謝 那麼檢察官你好 這是我想要問一些 比較基本的問題 就是有關於 這是當你們在決定 要不要起訴一件案件的時候 你們要怎麼判定 你們收集的證據真的是足夠了 那當你們在收集這些證據的過程中 我們剛剛有提到的確有時候可能會是 如果被告是比較有可能是比較不利的 可是創刀法名之後的確會有交付就是問答的情景嗎 可是當這個問答的情況的時候 對方的律師在詢問我問題的時候 對方的律師在詢問我問題的時候是用他的方式來想說我應該要有什麼樣子的答案 那這個時候是不是那個被告其實又是處於一個比較獨立的情況 然後如果這個被告他本身又跟法律是比較不懂的 那他只能回答是或不是的時候 這個情況會不會也有 對 默契是這樣 謝謝 大家好 那個 第一個問題是比較開放式的問題 是要請問問答的 這是 你們覺得遲來的正義是不是正義 那第二個問題要給法官是 你剛剛提到王上或是媒體上大家出來的輿論 或是各式各樣對於一個判決的意見發表 對你可能會有一些影響 你會覺得灰心 你會覺得分開 那如果更深入的分享這些言論 就是舉些例子 說看他對你的影響到哪裡 你是否曾經因為這些王上的發言 而影響了你在法院上的判決 謝謝 不好意思 因為我等一下可能要趕車 所以我就是稍微做一些簡單的回應 這是第一位先生 其實你講到就是我們呼應我們剛剛講的 就是人證的問題 就是人的機會有錯誤 所以為什麼一定要無證跟書證會比較保險 第二部分就是第一時間的收證 如果沒有收證完全的話 這個案件到後來就會反反覆覆 所以我想說他剛剛的例子 可能是給我們一個很好的註解 那關於第二個那個美名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說我要怎麼決定在一起 就是這到底夠不夠起訴 這件事情是一個很微妙的問題 這個問題其實困擾著假官職業的一整個生涯 就像我剛剛講的 你現在覺得這杯水有沒有八分滿 如果我今天把這個水杯滿水位 畫在這一條線 那現在這樣子可能是八分滿 但是如果我把這個水杯滿水位的線 放在這個杯圓的時候 這杯水現在就不是八分滿 可是每個人的這個線畫在哪裡 其實會有差別 可是我們的法院對這件事情 並不是沒有努力的 他可能會對於說 就是藉由這些判決的 無罪判決的累積告訴我們說 這樣子的類型的案件 這個證據要堆 就是我們一個證據這樣子疊起來 要到什麼樣的程度 那可能 像我剛剛講的定罪率95%以上 95%以上的法官可以接受 真的有這樣的事情 所以妹妹問的這個問題其實很好 這件事情 我很難用一個非常具體的方式告訴你 但是我要告訴你說 其實我們院檢的互動 其實在於判決上面 我們會去觀察說 我們這樣的證據 到底法院可不可以接受 就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例如說偷東西切到 通常最完美的狀況是 攝影機就拍到 你把這個東西摸到你的口袋 後來這個東西在你的口袋找到 可是大部分的切到案件 不是這樣子的 有很多案件 例如說像很多大學院校最近 會發生的案件 就是我在操場跑步 我把我的包包放在司令台 然後我回去的時候 就發現袋子裡面的手機不見 或者是我們去操場打籃球 我的袋子就放在這個籃架下面 然後可是過一段時間 這個東西我要打籃球之後 我拿的時候就不見了 然後曾經有發生過 這樣一系列的案件 然後我們就調出來 很微妙的事情是 在這無期的切到案裡面 在球場跟操場上發現的案件裡面 每次只要這個人經過之後 十分鐘後 這些被害人都會發現東西不見 那你覺得是不是他偷的 覺得是的舉手 覺得不是的舉手 所以大家到底覺得有沒有偷啊 證據現在就只有這樣啊 就是每次這幾件 有的東西不見 他都有經過 都有拍到他經過 但沒有拍到他下手 你們覺得他有沒有偷 東西最後有找到 沒有找到 這些手機 最後就是我們去調通連 就是偷到之後 遺失之後那個時間點 兩個小時後 差不多就關機了 你們覺得是不是他做的 你覺得是他偷的請舉手 沒關係 這是你們的意見 因為這個本來就是五十五十的案件 你覺得不是他做的請舉手 好 情況下 就會發現這種案件 其實我們心裡可能都會覺得他有嫌疑 可是我們沒有證據 可是有些假官會覺得說 這是他的犯證模式 他藉由他之前某些案件 因為後來其實我剛才漏講了一個東西 就是這個人之前被判四五次的竊盜 都是這樣的模式 這樣會不會有點增強你們 覺得是他偷的意願 可是問題是每個人的每個案件都是獨立的 你不能因為他的前科而去說什麼 但是有些人他的做法 可能是說證明說 他一直都是這樣的模式的犯罪 而去證明說 後面這幾次可能是他偷的 所以你會發現 當這種案件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有一部分人覺得有罪 有一部分人覺得無罪 那假官到底要不要起訴 這個問題其實很困難 但是我們會盡量去觀察法院的判決 來告訴我們說 什麼樣的案件起訴的有罪率 會比較OK 那為什麼起訴這件事情要很慎重的看待 還是因為就是其實回應到最後那個 就是最後那個志工在問的問題 其他正義到底是不是正義 其實每天我們都在問自己 到底什麼是正義 其實這個世界很難是完全公平的 有的時候很多人會覺得說 假官就是實現正義 可是我必須告訴我 我真的不知道我在實現 我沒有辦法很明確告訴我到底在實現什麼 因為有的時候這些人會犯罪 很多人會去偷東西是因為他真的肚子餓 那他為什麼會肚子餓 他沒有一個很穩定的工作 那什麼事情會造成他沒有一個很穩定的工作 其實你可以想想在小學 國中的時候你身旁的同學 他們是不是每個人每天回家 都有爸媽在家裡煮好飯等他 難道是每一個家庭都有這樣子的功能嗎 有些小朋友他可能在沒有成年的時候 他就自己必須要出去賺錢 他可能沒有一個穩定的支持的系統 那這些人可能我們在國中國小國中的時候 還有學校可以幫助他 可是這些人到成年 他在社會上沒有依賴的時候 誰要去幫助他 然後這些人一旦犯罪了之後 就被貼上了標籤 以現在社會的氛圍來說 我們可能就是一個流放的觀念吧 就是他一旦犯了一次罪 他永遠都是犯罪 可是我們在這個案件當中 對他今天偷了別人的東西 我就起訴他讓他被判刑 他也為了他這次的判刑 他被判了幾天幾十天 或者是幾個月去判出來了 可是就是你真的覺得這樣的東西是爭議嗎 他可能從常就是一個沒有穩定的生活 那誰誰就是如果我們覺得 每個人都應該有一個快樂的童年 那誰給他這個快樂的童年 所以一個分就是我不知道 我到底在實現的爭議 到底他的內涵是什麼 所以遲來到底是不是爭議 如果今天這個爭議是理所想像的 那遲來到底是不是爭議 我覺得這個看個人 有些人覺得他打這個官司 最後得到無罪 不管花多久他都願意 可是對有些人來說 時間的成本是很重要的 所以這個問題我覺得 可以跟不同的人討論 你會有不同的想像 那再來就是說 其實我最後稍微呼籲一下 你剛剛講的就是 其實我們每天的工作 雖然是有點很乳定的 就是有案子進來我們就處理 但是我想各行各業都一樣 今天如果當我把這些案件 當成是一個很機械的東西 是一模一樣的東西的時候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可怕的法官跟假官 這種對我來說 就會是很可怕的恐龍 就是我一直聽自己就是說 我們是在處理人的案件 今天我在面前看到這個人不是被告 他是一個活生神的人 所以我會一直提醒自己這件事情 但是這樣當然就會告你剛剛講的 就是你會把別人的人 攝打在自己身上 你就會很痛苦 但是這其實就是一個 我們這個只要去面對的事情 所以我並不會覺得說 我們不是說自己是在做一個神的工作 而是說我們是在處理人的事情 那怎麼樣的處理會是一個比較好的狀態 你要看見那個人 而不是只看見這個案件的構成要見本身 那這大概是我做簡單的回應 那個首先就是謝謝這位先生跟我們分享 他親身經歷了一些司法案件 那我想你剛剛講的這個過程 當然也可以就是提供我們一些反省跟刺激 就是我不知道 因為我沒辦法知道具體案件的情況 到底是什麼樣 判決書到底在怎麼寫 實際的情況是怎麼樣 因為我像我剛剛講的 沒有人知道 就是我們只能事後拼湊事實 而且更何況 我現在能夠知道 也只有你說的這樣子的一個情節 但是你的這樣你的這樣的說法 也是就是可以讓我們好好的請替思考一下 那剛剛那位先生就是問的問題 就是遲來的正義是不是正義 所以我的答案就是看遲多久 遲了太久我想因為人的生命是有限的 遲了太久對很多人來說可能已經不是 就沒有辦法成為正義了 對啊 那我們的工作某程度也是在跟時間賽跑 我剛剛說過就是我們現在 我手上可能一百多件案件 那我每個月還會再來四五十件案件 那我在處理這些案件的時候 我有時候我大學的時候 我知道刑事 我知道法官處理案件 可能一個案件可能要處理半年至少半 可能要半年以上半年一年 然後有一些案件可能要處理還更久 我那時候覺得很不能理解 我覺得再怎麼難 那我現在給你兩個禮拜的時間 你總能夠把它研究透徹 好好處理完吧 但是我真的開始做這份工作之後 我才知道 當你有這麼多案件的時候 你今天把今天排了開庭 排了一次開庭 可能兩個月後開庭 開庭完了之後 有一些東西要查 有一些證人要問 你在排下一次開庭的時候 可是你還有這麼多案件怎麼辦 排排排排排排排 這個案件要排下一次開庭 可能要排三個月之後 那下一次問完證人 又發現還有東西沒查清楚 要再查呢 怎麼辦 可能又要再排四個月之後 所以案件就是這樣子 有這麼多的案件 然後我們要在有限的時間內處理完 就是我們只能盡量跟時間賽跑 然後當然有的時候 就是因為這樣子現實的狀況 沒有辦法很快的給當事 就是很快的有一個結果 但是我想這個是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如果大家有在關心思感讀事會議的話 這也是要怎麼樣處理 法官檢查官的案件附和 要怎麼樣在源頭上面解決 或是在原額或是在其他各式各樣的方面 上面給我們的工作一些幫助 這也是蠻重要的問題 然後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我有沒有因為報道來改變我自己的想法 可能我現在還沒有處理到 夠矚目的案件吧 我曾經處理過的案件 是我在我已經就是定了宣判日之後 過兩天 他應該是隔兩天吧 他就去找蘋果 然後開記者會 然後深淵 然後控訴 那我有看過卷 我就知道他講的都 都是他自己的講法而已啊 然後但是蘋果就是全部都照抄 他自己的講法 那 可能就是想要在那個之後就是 給我一些壓力 或是怎麼樣吧 我開題的時候一直讓他講話 他也講了很多話 他覺得還不夠 他還要去社會 他還要透過蘋果給我壓力 但是我決定我們開題完就會立刻評議 評議決定了就是決定了 基本上 除非我真的覺得有很重要的狀況 基本上不太可能會因為 而且也不應該因為他額外在其他那邊主張 因為我們審判有個很重要的原則是 證據資料當然是只能用審判中我們 有提示給大家看 然後我有用 我有看過 然後我有使用的這些資料 然後有給兩照都確認過 大家都同意使用 大家同意使用 或者是大家都確實了解這些 資料的前提一下 我們才能用 所以當然不會因為這樣 而改變我的做法 其實我自己有一個問題 就是今天小燈幫我按宣判 然後他在裡頭 其實一直有提到說 也沒有兩公約 那但是其實會有很多社會大眾的回應是說 兩公約 台灣又不是聯合國會員 我們要去遵守他嗎 那我們就想要請 就是請兩位司法人 可以談一談對這個案件的看法 然後跟我在 我在讀這個判決的過程當中 他中間雖然一度 有一段其實在說 因為那個 因為王景玉曾經有怎麼樣的經歷 以至於他如何如何 然後是可以憐憫的 但是他又說 總之他是一個無法自我反省的人 這裡中間就會有讓我覺得 剛剛檢察官有提到說 我們看這個人是 看他在結構裡頭的處境 那我們真的可以把他 就是無期徒刑之後 關到監獄裡頭 那他在監獄裡頭 我們可以讓他受到教化嗎 如果法律教我們的是說 刑法的目的是刑其無刑的話 就是刑法希望最後大家 就是不要都用到刑法 那我們應該要可以怎麼努力 就是在鄉民跟司法之間 這樣請兩位 我先聲明齁 兩公約應該是由法官來強項 但是 對啦 我們確實不是那個什麼 就是 闊源國嘛 反正我們在國際組織上 當作是一個幽靈這樣子 但是因為我們兩公約有弄一個施行法 然後把它轉變成 國內法 就是把它轉變成 法律未接的東西 所以必須還是要拘束 就像我剛剛講的 其實 就像剛剛他有講到就是說 法官有自由新政啦 但是這個自由其實一定也不自由 為什麼 因為他是在一個框框裡面的自由 那個框框就是 法律剛剛講的罪行法定啊 還有一些法律上面 法條上面的規範 所以他被指的在那個框框裡面遊走 如果大家跳出這個框框的時候 他就是違法 這就是一個違法判決 那當然啦 大家覺得這個懶童院施行法 這個懶童院內容 到底是不是大家同意的 這個之後可以花很多時間慢慢談啦 那再來就是那個 剛剛講到那個就是 關於無器徒刑這件事情 就是 其實假設制度應該是要建立在監獄 有教化功能的 的狀態上面 那這個假事才會是有意義的 也就是說今天我們 不管是什麼樣的罪 我們把人關進去之後 一方面是要他可決的環境 另外一方就是剝奪他的自由嘛 自由對他來說很強 所以剝奪他的自由 那在監獄裡面 我們如果能夠就他的自由 如果說這個人會辦 就是因為心理的狀態 或者是說是因為他沒有 例如說他沒有能力 像卸到有些人沒有固定功 他可能是因為身體不好 那有些人其實是因為 他沒有專業的技能 那如果我們的監獄 能夠交換一些專業的技能 那他出來就有謀生的方法了嘛 那他就不需要去偷去搶了嘛 那可是現在我們的監獄 第一個就是我們能夠擁有的資源非常的少 那更不用說因為監獄的超收 所以導致例如說 這個房間原本是住9個人的 後來說12個人的 那怎麼決定誰今天可以躺著睡覺 那一個封閉的環境裡面會形成什麼樣的狀態 這個當過兵的人應該都非常清楚 所以今天一個是我們監獄沒有足夠的資源 然後再來是說監獄裡面 這個整個結構其實非常 我簡單講好了 就是說整個管理的制度 還有所給的資源非常的少 所以導致我們裡面叫化的功能不張 到叫化的功能不張的時候 進去就變成是犯罪的進修班 出來之後再加上我們的社會 對我們後續在這些犯罪人出來之後 給予犯罪跟生人的一些保護的措施 我們因為的資源非常的少 我們能做的事情也非常的少 所以這些人回到社會出來之後 他們其實能夠找到固定工作的機會 也非常的低 所以這個其實是一個牽一個的 所以就會變成說 為什麼好像為什麼這些人 我們會讓他經過一個很繁複的程序 任用訂說這個人適合假釋 可是為什麼假釋出來之後 他一直在辦 然後變成我們要再把他抓回去 最後導致成一般人民都會覺得 乾脆這些人就不要假釋好了 所以其實這個問題的爭解點就是在於說 我們對於這些犯罪的人 我們到底要投注多少的資源 讓他們有能力可以回歸社會 那當然各早他犯罪以前 這些人他們還是小朋友的時候 他們還是少年的時候 我們的社會到底要投注多少的資源 幫助他們成長 那這個是更遠的問題 好 那個首先就是關於兩公約的問題 那個 兩公約 雖然我們沒有辦法就是透過就是聯合國的那個程序 把它寄存到那個大會 沒有辦法 他們不承認我們 但是我們其實是已經用 定了施行法的方式把它定為我國的內國法 定為我國內國法 就是兩公約的內容已經成為我國法律的一部分 所以其實他這個就是現行中華民國台灣裡面就是有效的法律 所以如果嚴格遵守這個法律的話 在精神病患的這個情況 就是對精神病患確實就不應該判死刑 這是第一個問題 那第二個問題是 可以大概提示我一下嗎 就是關於精神病患 就是我們把它用無期徒刑 然後隔絕在監獄裡面 對我覺得這個很有很有趣的問題 就是 當然這個判決我今天下午以後大概看一下新聞稿 而且我們其實可能也不一定適合就是 就在還沒確定的案件就是發表一些評論 但是如果抽象的來講就是精神 精神病患在犯罪的時候原則上 如果我們認為他的意識已經不清楚到非常嚴重的話 我們會認為他應該可以減刑或者是免刑 那這個案子不是這樣的情況 但是他本身又有很嚴重的思覺失調症 然後他的病識感很低 那是不是有教化的可能 其實在這個判決我看到的意思應該是說 其實教化的可能也不是很高 對 那所以其實關在監獄裡面 呃 教化的可能不是很高 然後他的這個病能不能治癒也很難講 對 那 那我覺得 當然這個可以思考的一個部分是那個 您講剛剛講的就是監獄的教化功能的問題 台灣的監獄裡面的環境 的確是非常糟糕 尤其是對於這樣子有非常嚴重疾病的人 我覺得很有可能其實沒有辦法給他太好的一個 一個儲域 然後要要好好的治療他也是會有很大的功能 對 方便我講一句話 這個兇手佔名我的話 他會進有介護的精神病院 有介護的精神病院 絕對不會進監獄 就是進有介護精神病院 那 最後一個問題 留給線上 線上有人在看直播 然後他有問說 他有問說 我想 我想問法官 對現在司法警察製作檢舉筆錄 申請搜手票的個人感覺 他上面是這樣 搜手票的申請是這樣 就是 警察們就報了券來找我們 然後我們看了 蓋過去之後再給法院審核 那搜索的門檻 像剛剛講就是如果說 我們起訴的門檻是八分滿的話 搜索的門檻其實是非常低的 因為它其實是一個蒐集證據的方式 不管是被告有利或不利 都要看我們扣到的證物再去做解讀 所以在我自己在審核搜手票的時候 就是第一個是 如果是有檢舉人的話 我們要去看一下說 檢舉人說了什麼 再來就是看警察做了什麼樣的查證 我們不太可能單純就有一份筆錄 就說他說了對 拜託他這些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認識他 我也不知道他是長的冤那邊的什麼鬼之類的 就像我剛剛講的證人一定會有出入 不然的話就變成人員很不好的人 三人成五人員很不好的人 人員都會判有罪 這件事情是不太對的嘛 因為總是有人人員不好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審核搜尋的時候 我自己的話就是除了證人筆錄以外 那我可能會看警察求證的一些東西 然後去做判斷 然後就 當我覺得OK的時候 我就蓋給法院 那 法官 那在這邊說明一下 其實現在那個新的行政事務法 其實是要求 其實現在已經要求就是 法院大的 規模比較大的法院 其實應該要設強制處分專題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有一批 我們法院應該是五位法官吧 他們專門在每天就是 處理就是所有的 台中這個轄區裡面的所有的搜索 擠壓 各式各樣這種強制處分的案件 那所以其實我現在已經不處理這個了 但我之前當然是有一段時間是在處理這樣的案件 當然我不可能只因為有檢舉筆錄 來去就准他的搜索 一定要看其他相關的證據 然後就這個檢舉筆錄呢 當然有可能要去查證一下這個檢舉的人 跟他到底是什麼關係 會不會是可能有仇恨 或者是有什麼樣子 他有什麼樣的前科 為什麼他會了解這個東西 然後再服役其他相關的證據 單一指數然後就想要去搜索 我覺得這事不太可能 今天再一次謝謝那個 林檢察官還有黃捷法官 又來到現場 然後我很快做一下預告 今年五月一號就反課綱運動兩週年 那大家都還記得他的訴求 除了反黑箱 還有就是就是反 應該是說反對沒有學術專業的課綱嗎 然後還有一個是反威權 那兩年後的下一個禮拜 我們就請到新的歷史課綱的那個召集人 金士傑老師要跟我們來說 就是新的歷史課綱長什麼樣子 然後因為折武是一個義工團 是一個志工團體 所以我們的所有的資金來源 然後都在都是在各位的義柱之下 所以我們在那個什麼 等一下下樓屁桶那邊有一個義柱箱 如果大家身上有零錢的 就歡迎可以幫忙折武這樣 謝謝各位謝謝